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时爆料就在他在访美时期说是维利玛拉还有巴拉圭也要断交 看起来美国什么忙都帮不上 只是出一张嘴 但是好处却是全撈了 尤浩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先从宏都拉斯开始讲起 宏都拉斯中美洲对美国来讲 向来是副总统贺锦丽在管这一方面的事务 所以中美洲南美洲对美国来讲 从门罗主义以来他就是美国的后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对中美洲跟南美洲都很有影响力 但是这一次各位可以去看看 你贺锦丽跟宏都拉斯之间 讲话对话都对不上的时候 美国派的特使陶德去 陶德应该是威胁利诱好话坏话都讲尽 但是最后得到两个字叫尊重宏都拉斯的抉择 那为什么他要尊重 我也问了我国外的朋友 他说如果美国不同意 那美国在中美洲最后一个基地 宏都拉斯的基地 极有可能宏都拉斯会请美国牵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也被迫不得不妥协 他就是直截了当告诉台湾 美国加西班牙加日本加韩国加英国 都没办法挽回宏都拉斯的心 所以呢宏都拉斯跟台湾说再见 那现在金融时报之所以报道这个 各位去看有三个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巴拉圭邦交不稳 不只是第一次 就在马英九就任没有多久 巴拉圭曾经派他的表弟到日本访问 在日本等消息 等着中国大陆的回复 但是中国大陆那个时候 因为跟马英九之间有一个默契 所以他们无功而返 从2009年到现在 足足过了14年 那过了14年 现在巴拉圭因为有选举 在野党可能担任总统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野党也跟宏都拉斯讲的一模一样 我当选以后 一定会跟台湾断节邦迪 跟中国大陆重建关系 以利于巴拉圭的农产品的出口 这个是巴拉圭的问题 那维地马拉 你维地马拉的总统 贾麦代他自己讲的 他说在他周边的国家 一直告诉他 最好跟台湾断节外交邦誼 他说如此一来 你的农产品还有相关 也可以进入到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所以呢 他们也要选举了 所以这两场的选举 对于台湾在中美洲跟南美洲的邦誼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金融时报这样子一报道 我就发现台湾的外事单位 甚至于在贝里斯访问的蔡英文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评论 那换句话说蔡英文这一次到中美洲 过境美国到中美洲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蹊跷的事情 就是蔡英文不评论 宏都拉斯的事物 也不评论维地马拉 也不回应巴拉圭的事 那显然 这次蔡英文我们讲的 叫做毕月之旅 是非常非常的难堪 不但美国对他不理喻 甚至于这两个国家都要去台湾 而去的时候 他却无能为力 这个就是蔡英文毕业旅行的悲剧 欧教授 那有很您怎么看 这个明明蔡英文还堆满了礼物 而且花最多的钱跟美国买武器 怎么钱才花完 礼物才给完 他就像个器物 而且好像就像会日子这样 用完就扔了呢 你怎么看这个谁 这样子说好了 蔡英文其实这一次的毕月之旅 十天九夜 他五天四夜是待在美国 那换句话说 他的重点在美国 根本不在维地马拉 也不根本不在贝里斯 维地马拉跟贝里斯 只不过是千亭点水是一个借口 好 现在话说回来 就是说美国强迫台湾买这么多的武器装备 他主要的用意呢 第一个 你台湾就必须要纳入我的第一岛链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台湾最近不是要向捷克去买轮型炮车 还有导弹发射车吗 那事实上这个正在谈 但是捷克能不能卖到台湾来 我打一个问号 毕竟要看美国同不同意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就是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意外的动作 让美国提高的警觉 那提高的警觉 看蔡英文这是她访美的时候 就我所知 那我听我的朋友 他们都是侨领或者是侨胞 他们直接了当跟我讲 蔡英文还没下飞机之前 那萧美琴就告诉他们 是不是联络纽约市长啊 还有纽约州的州长啊 还有你们认识的国会议员 赶快打电话 那我朋友说 你们不是都排好了吗 结果呢 他说这一次萧美琴是提到铁板 因为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国会议员 包含纽约州的州长 纽约市的市长 不会来参加蔡英文的侨业 这是第一个 他说第二个 他说感到非常蹊跷的是 2019年的时候啊 美国的企业界 还有美国的纽约州长 还有纽约市长 还有其他国会议员 都抢着来跟蔡英文拍照 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联络了 没有一个人来 他们只好联络了侨胞侨领 60桌变成了67桌 他说这是第一个 他说第二个 连蓬佩奥事前答应他们 说要跟蔡英文开闭门会 就是语谈台湾的战略环境 跟战略地位的时候 结果没有 结果来的是谁 来的是雨茂春 就是国务院的顾问 就是位阶是非常非常的低 然后震勋的时候 他们通通不称蔡英文的头衔 就是说一位特殊的贵宾 连来自台湾四个字都没有 一位特殊的贵宾 那请问这个贵宾是蔡翔翔 蔡英文 还是说蔡英文是什么人 居然没有 这些都是侨胞 直接了当跟我讲 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次蔡英文来 其实是美国非常非常不情愿 否则的话 拜登政府怎么会对蔡英文限制那么多 台美关系最好最受欢迎的代表 萧美琴 为什么都会踢到铁板 原因是在于美国不希望你这个时候来 但是蔡英文硬要来来会卖卡锡 那逼得美国不得不说好 那你来那你给我低调 所以低调到了最后 我们看蔡英文的新闻 在台湾内部反而非常非常的少 那不如外媒报道的多 这个就是蔡英文跟萧美琴 踢到铁板的原因 就是美国对于蔡英文这次的意外来访 是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 欧教授 看起来欺负真的成了欺负 相关的重要话题 我们再回头请教张有华张大哥 感谢